台中市長林佳龍帶頭落下第一產 象徵台灣影視產業 又向前跨了一大步 占地約3.12公頃的中台灣影視基地 20號上午正式開工動土 預定107年終完工 這個預算是7億8千萬元 另外還有我們在水南的 中台灣電影中心 預算是12億7千萬元 加起來總共21億元左右 這都是經過市議會的通過 動土典禮上能看到導演 鄭文棠和蹦恰恰等影視工作者 現身支持 大導演李安魏德勝 也特別錄製影片獻上祝福 台中不論是氣候或者資源 是在台灣作為一個片場 一個非常理想的一個場地 文化部長鄭立軍也站台力挺 並表示將打造從前置 製作到後置的一站式 國際影視服務圈 讓國內的影視產業 能夠培養人才 累積專業 營造有力發展的環境 所以這個目標是一致的 所以包括我們現在中台灣的 影視基地的計畫 包括台南的沙倫的計畫 我們都會納入整體來一起推動 台中影視基地啟用後 也將爭取提高相關預算 希望由目前每年編列6千萬 提升到1億元 要讓影視產業的發展能量與格局 拉到最高 吸引更多國外劇組來台拍片 記者台中綜合報導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